女孩被地中海提刀追杀 小刀挥下瞬间 青楼花魁替女孩挨了一刀 赶上来的幼茨 对提刀人火力输出 但也将希望她不要杀人 不一会也将就晕过去了 醒来时她只想吃阿灵做的蜜蜒 很快幼茨找到阿灵 希望阿灵做出蜜蜒送过去 但是阿灵却猜到 也将一定生病了 因为小时候 也将只要生病 就会让阿灵母亲做蜜蜒 阿灵万分着急 希望幼茨告知情况 幼茨知道瞒不住了 于是就告诉了她也将的情况 阿灵知道后着急万分 希望幼茨带她去看望也将 但是花魁是不能轻易见陌生人的 幼茨也无可奈何 幼茨离开后 小路找到阿灵 提议将青梅蜜蜜蜒加入菜品 并在青梅上课印姜字 客人每吃下一枚青梅 就相当于给也将祈愿一次 阿灵听从建议后 第二天立刻就在青梅上课字 并免费给客人尝试 而也将病情不稳定 巧的是医治她的医生 就是永田医生 经过永田的细心照料 也将也慢慢好转 但是为了康复 必须吃海白鱼 但是这种鱼极其凶猛 很多厨师一不小心就会被咬伤 就算勉强宰杀了 就像小野思妹妹做的一样 黑红黑红的 而小松原身为御厨凤行 一眼就得知不好吃 为了躲避妹妹的食物 她找到了阿灵 而阿灵见到小松原后非常高兴 还将上次她遗忘的手卷还给小松原 但小松原说送给阿灵了 阿灵更加高兴了 还下厨做新菜给小松原尝试 而就在这时 永田来到了屋外 她看见阿灵和小松原有说有笑的 她十分的吃醋 在门口站了半天 但很快她就想起了小松原的事 就在前不久喝屋找火候 灯笼楼老板又派混混来偷袭阿灵 正好被小松原撞见教训 巧的是被路过的永田看见 永田还得知小松原真名小野思迷杀 永田发呆的时候 也被阿灵发现了 还邀请他进屋品尝料理 永田刚刚进来 小野思就走了 永田望着小野思离去的身影若有所思 一代铭记影响力有多大 花魁刚刚被刺不久 就有很多吃瓜群众谈论他 一旁的阿灵很担心野江健康 贴近脑壳的听故事 就在客人说到治病医生时 他竟然发现那位医生 就是刚刚到贺屋的永田 而永田也是一下子被认出来 阿灵听到是永田在治疗野江 连忙跑出贺屋追赶永田 而永田是御医的事也暴露 而阿灵现在一心想见野江 于是请求永田带他去青楼 永田听到阿灵和野江事后 也觉得实在太巧合了 同时也答应带阿灵去见野江 夜晚阿灵迫不及待地想见野江 还在月光下比起了祈福的收手时 而野江这边 需要海鰻鱼来捕身子 又次救主兴起 决定单条海鰻鱼 势必拿下海鰻鱼给野江做料理 不料又次抓海鰻鱼的时候 反而被他给伤到 就在这时永田带着阿灵 找到了青楼老板 永田请求老板让阿灵做鰻鱼给野江 但却被老板一口归绝 因为他看不起女厨师 认为女厨师做得太难登大眼之堂 于是另外重金请了一名厨师 但厨师手下抓鰻鱼的时候 也被鰻鱼咬伤了 厨师心有余悸 即使把鰻鱼钉在砧板上 他也不懂得鰻鱼切制方法 半天切不下一块肉 也搞得一脸狼狈 老板一脸难堪 但为了野江的健康 也最后在永田的建议下 还是让阿灵去杀鰻鱼 阿灵上场的时候 他将鰻鱼也钉在砧板上 接着拿出小刀 顺着鰻鱼骨骼路线 丝滑地切下了鰻鱼肉 得到鰻鱼肉后 将其切成肉末 在上面裹上苏打粉 经过细心料理 很快就出锅了 阿灵将一碗端给老板吃 老板品尝之后打脸了 没想到女厨师 做得这么好事 为了表示歉意 不仅给阿灵更多钱 还像对阿灵刚当的无礼道歉 而吃到海满鱼的野江 也知道了是阿灵做的 但是他就是不肯见阿灵 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份是由你 生怕见到阿灵 夜晚又次找到阿灵 把他带到后院 让野江在窗前看阿灵 而阿灵也注意到了窗前的人影 也猜到了是野江本人 虽然阿灵没见到野江本人 但他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很快永田带着阿灵就回到了赫武 这时永田告诉阿灵 小松原就是御厨长小野寺 第二天 阿灵做料理时 听见客人谈论御厨凤行 因为御膳房做食物掉落头发在菜坪 而御膳凤行连带责任 即将被责罚 阿灵因此分审 还切到了手指 可是美食界的排名赛即将来临 而两大热门竞选 就是灯笼楼以及赫武 阿灵深感自责时 半年未出现的小野寺找到了阿灵 看见阿灵在庙宇面前哭泣 也知道阿灵未可能参不了赛人发展 这时小野寺对他说 很快阿灵重拾信心 开始着手比赛 这是一场顶级厨神争霸赛 站在美食界顶点的灯笼楼 推出炭烤鱼皮凉拌生鱼片 以及一道金枪鱼片 食材高贵上当子 第一眼就让评委们温陷下去 两道菜口感更让评委们赞不绝口 评委来到贺乌 看一眼环境就知道他们上不了档次 还戏称不用比灯笼楼就是低 这时贺乌老板端上了比赛料理 评委一看食材很普通 基本没有看点 但评委们吃下后 脸色瞬间大变 因为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其中一个评委跑到后处 询问阿灵的料理 是如何将简单的食材做得美味至极 阿灵告诉评委 是用海带薄片包裹鱼肉 这样可以去掉多余的水分 而海带的鲜味 也会深深融入鱼肉中 两者味道相互交融 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 这时评委旁的跟端插话 说这种奇特的想法闻所恶 料理的美味甚至把他吃哭了 还让他想起了妈妈的味道 得到评委们一致好评 美食排行榜也出来了 意外的是灯笼楼确实第一 虽然阿灵没能让贺乌灯榜也 但老板也觉得够了 安慰阿灵下次美食争霸 他一定会得第一的 而一些评委以为有内蒙 于是请求玉厨奉行查清 很快小野次来到灯笼楼 也承认了他们的料理第一实至名归 因为就在比赛之前 灯笼楼就花大价钱 从一些狱出口中探的消息 得知了当今的将军大人喜欢乌鱼子 而乌鱼子也快被点名为国菜了 他们就将乌鱼子放入比赛菜品中 因为是将军喜欢的菜品 同时灯笼楼也透露消息给裁判 裁判们趋于权利 所以灯笼楼第一也就实至名归 但小野次临走时 说老板赢得不光彩 而老板却不在意 因为他虽然没能赢得食客的味 小野次尝试后 也觉得灯笼楼料理赶不上阿灵了 因为里面包含了阿灵对料理的很多心思 他绝对是一名合格的料理人 虽然他没能拿到第一 但他们的贺务 生意却越来越火 名气也远超灯笼楼 很快一年过去了 他们还在门外洒水 抑郁去除今年的所有会计 他们开张第一天 店里还来了一个身份高贵的女